说故事的商业课让你听故事 学会商业世界体的赚钱秘密 失败教训 大家好,我是风哥 最近看了一本书关于职业规划 我觉得书中写的很有道理 如果我是在二十几岁就看到这本书 那该有多好 所以我就决定把它重要观念介绍给大家 风哥是已经来不及转换跑道了 不过我希望你看到这个影片 你还来得及重新安排你的职业规划 这本书的书名是 别做热爱的事 要做真实的自己 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书名很有意思 很能够引起我的注意 不过我当时真的有点忙 所以就没有细看 最近呢 重新把它翻了一遍 我觉得书中的一些观念 确实很有启发 你是不是也常听人家说 要为热情而工作 如果没有热情的工作 你会很痛苦 不过 当你真的在职场历练够久 其实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工作 只要天天做 你都会痛苦啦 听说大画家皮卡索 他随时都在画画 那我觉得这种人 算是有特异工人的天才 那你就不要纳入 我们一般人的状态来讨论 现在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问问自己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美食吗 但你不见得可以成为主师 你喜欢买衣服 但成为服装设计师 却是另外一回事 那像风哥 学生时代超迷棒球的 但还好没走这条路 因为以我的天赋 可能连业余选手的平均水准都达不到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不做热爱的事 不追逐自己的热情 都要如何规划自己的直癌呢 这本书的建议是 找到你的核心技能 书中有列出十大核心技能 包括语言 创新 建造 服务 协调 分析 数字等等 每个核心技能 有它对应的适合职业 以本书的作者来说 他认为自己的核心技能是语言 而且他属于外向型的人 所以当个演说者或作家的工作 很适合他 因此他也从为美国国防部工作的 反恐专家转职成为直癌教练 风哥自己在语言的能力上 也算相对强一点 但我属于比较内向型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当个文学类作家是我的愿望 不过当年在生计的考量下 成为了记者 同时我的分析跟数字能力还不差 所以财经记者就成为我直癌里 最主要的工作 虽然当年我没有认真 思考跟尝试去找出自己的核心技能 不过在误打误撞之下 也算走上相对适合自己的直癌坦读 在财经记者的工作上 我有得到成就感 也能养家活口 虽然也会常常觉得 很多喜欢或者是有热情的事 没有去做 觉得有点可惜 但某些年轻时的遗憾 现在回头看 反而觉得是一种祝福 因为现在年纪渐长 对自己的了解更深 当年有一些想做 但没去做的事 还好没去做 或者下场可能不会太好 当然如果你的核心技能 跟你的热情刚好一次 那真是太棒了 你的直癌一定能发展得更顺利 甚至能创造出不凡的攻击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